- 四連戰的第二場 -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 歡迎回到我的遊戲頻道 - 那緊接著是一樣喔 - 我們的四連戰的第二場 - 有我們的 - Larry對上Hera - 那這一場是 Hera是用我們已死去的硬家 - 對上 - Larry的兇人 - 好啦其實講硬家已死去 - 其實不太禮貌啦 - 其實硬家還是特別的強 - 南美三文明都很強 - 其實 - 只是在 - 阿茲跟瑪雅的底下 - 硬家就好像沒有那麼耀眼 - 但硬家其實要玩起來也很兇猛的好不好 - 那我們就看一下Hera這場 - 有沒有辦法搬回一層喔 - 喔我是是爆雷的 - 啊 - 沒有搬回一層 - Hera很強 - 那 - 那 - 這個系列是緊急加播 - 緊急加播 - 原本是要上別的片的啦 - 那如果你還沒看第一集的觀眾朋友們 - 你可以去點一下第一集 - 那這個系列會做四集 - 會做四集 - 會做四集 - 那為什麼做四集 - 第一集的開頭會講 -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 好 - 那講一下硬家好了 - 畢竟新版本的硬家有改動 - 首先 - 一開始你會有一隻免費的羊圖 - 免費的羊圖 - 這個還不錯 - 然後再來就是已死去的塔弓 - 從城堡時代開始 - 兵工廠升級會影響村民 - 以前是封建時代 - 那現在是城堡時代 - 那封建玩硬家塔弓就 - 沒有什麼特別的啊 - 這個就不說了齁 - 已經死了齁 - 那再來是居住的房屋可以支持十個人口 - 那這個也不錯 - 所以我也蠻推薦新手玩硬家的 - 那再來是 - 石料費用減15% - 所以有沒有可能 - 硬家從城堡時代才開始玩 - 玩那個劍塔 - 有沒有可能啊 - 也有可能喔 - 因為有大型劍塔 - 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像那個 - 寶嘉莉亞的堡壘一樣 - 銀壘一樣 - 好像可以喔 - 好像可以喔 - 看以後有沒有比賽誰用過 - 我就來轉播 - 好不好 - 好 特殊單位 - 槍隊長 - 我很喜歡這個槍隊長 - 趙子龍的概念 - 這個搓遊俠是搓得非常爽的 - 超級超級痛 - 但有沒有很常出呢 - 就不一定了 - 因為 - 有重裝長槍兵嘛 - 加減用 - 有幾兵嘛 - 因為你的槍隊長是有吃黃金的齁 - 你看一下 - 有吃黃金的 - 比較貴一點 - 那再來是頭獅手齁 - 他專門是吃步兵長大的 - 吃步兵 - 所以我在那個最強南美那一集有講過 - 如果阿茲打瑪雅 - 阿茲是我個人認為佔上風 - 那如果是阿茲打印加咧 - 這就不一定了 - 這個就要看陣容了齁 - 因為 - 你的最強老鷹過來的時候 - 我們這邊印加有頭獅手 - 所以南美三強 - 更正一下齁 - 其實就像剪刀石頭不一樣 - 沒有一定 - 沒有一定 - 好 - 特殊科技齁 - 你有毛兵跟頭獅手 - 才會點的這個齁 - 安蒂斯彈弓 - 然後再來是這個 - 織物盾 - 織物盾 - 加遠程的 - 護甲 - 加減也不錯 - 也不錯 - 但是其實老鷹的護甲 - 遠程護甲已經很高了 - 所以這個架二 - 我覺得還可以 - 我覺得還可以 - 然後農田建造速度提升 - 100% - 這個就 - 我沒有什麼感覺啦 - 因為農田本來就種很快 - 好 - 看一下雙方地形齁 - 開個格線齁 - 開個格線 - 有時候我沒有開 - 因為我是想說 - 用最原始的私立帝國給大家看 - 看比賽 - 那木材的部分 - 如果有關注我的頻道的朋友們 - 應該知道我一開始播的時候 - 這個木材是很高大的 - 但 - 有人反應就 - 看得不是很清楚 - 不要 - 不要隔線好了 - 原始一點 - 已經改木材了齁 - 已經改木材了齁 - 好 - 我這個 - 我這個 - 是因為我怕新手玩家 - 覺得我這個 - 好像很多模組 - 亂七八糟 - 亂七八糟的 - 可能看得不是很舒服 - 盡量以最原始的界面 - 去撥爆是我的風格齁 - 所以我這個也是傳統界面齁 - 可能打正式比賽 - 4v4的時候 - 我再考慮用心 - 現在還沒有考慮要用 - 好 - 也沒有大型箭塔 - 只有瞭望塔 - 然後沒有 - 房屋可以蓋 - 那 - 如果要圍死的話 - 你就用木牆這樣圍吧 - 日記大開圍 - 等一下看Larry會不會有圍 - 我對Larry的印象 - 他很少在四季大開圍 - 他都是 - 打著打著才慢慢圍 - 然後他的兇奴 - 要小心他的馬功 - 很強 - 頻道初期有介紹他的兇人 - 三連戰 - 非常噁心 - 非常噁心 - 所以這場 - 可不可以打贏Larry的兇奴 - 我不知道 - 我不知道 - 繼續看下去 - 好 這邊是三人伐木喔 - 硬加四人伐木 - 如果你是打南美三文明的話 - 四人伐木起手是常態 - 因為沒有馬就可以打 - 南美文明是沒有馬的喔 - 所以世紀帝國這個是做得非常好 - 還是有把那個歷史上的一些 - 一些特色去做出來喔 - 歷史上南美文明是沒有馬的 - 沒有馬的 - 歷史我還是有讀一些啦 - 如果有講錯的地方 - 歷史比我好的再去糾正一下 - 好 那這邊 - 一樣齁 - 點封劍之後好習慣 - 蓋第二個伐木場 - 一個伐木場不要擠超過五六個村民喔 - 這邊五個村民 - 好 - 拉里這裡的配置是 - 八人伐木 - 喔 十人伐木 - 這個 - 喔 這個也在伐 - 喔 為什麼要配那麼多伐木呢 - 因為你要造建築物嘛 - 要造建築物嘛 - 拉里這裡沒有軍營 - 還沒蓋軍營 - 還沒蓋軍營 - 喔 那 - 一個quick - 喔 - 沒quick到 - 沒quick到 - 這邊老硬要過來擋囉 - 喔 - 喔 - 有機會 - 看樣子是沒有機會 - 已經到城鎮中心了 - 哇 - 硬要耶 - 硬要耶 - 好兇喔 - 阿拉這好兇 - 哇 - 那這裡又沒有虧過道 - 這邊 - 拉里是不是 - 講電話還是怎樣 - 不是拉里阿 - 這裡 - 會十一隻村民喔 - 好 十一隻村民 - 好 十一隻村 - 十一隻村 - 十七村 - 好 十七村 - 奇怪 - 為什麼拉里十七村 - 奇怪 - 它根本是十九P上嗎 - 還是我沒看到什麼東西 - 痾 - 麻也還在阿 - 不對 - 為什麼會十七村 - 難道我要重新再反駁一次了嗎 - 難道我要重新再反駁一次了嗎 - 好 - 我剛印象中是十九P齁 - 十九P可是無緣無故 - 村民變十七隻 - 村民難道死兩隻嗎 - 好 不管 - 反正這邊拉里 - 感覺在放空 - 不像拉里 - 這邊虧過沒有成功 - 然後先蓋了一個馬舊 - 不是弓箭長 - 是馬舊 - 喔 因為剛剛拉里的視角有逛到 - 印加還沒有圍起來 - 印加還沒有圍起來 - 可能要馬過去亂了 - 這兩隻沒有小用了 - 一隻已經殘血了 - 印加還沒有圍起來 - 好 那這邊 - 印加這裡是打幾P - 二四P - 喔 二四P也不是職程阿 - 也不是職程 - 因為剛剛有生了三隻民兵嘛 - 比較晚三是正常的 - 好 那這邊 - 換Laric可不可以反打一波呢 - 兩隻赤猴過來 - 不敢上 - 因為這五村民都集得很集中 - 互相保護 - 好 印加這邊雙射箭場 - 雙射箭場 - 這邊已經圍死了 - 這邊過來也應該會圍死阿 - 好 馬上轉一隻長槍兵 - 那這樣子來不及了 - 來不及了 - 來不及了 - 這也是為什麼 - 封建時代主流打小弓 - 打小弓還是比較多 - 打小弓還是比較多 - 所以為什麼呢 - 因為在家裡還沒圍死之前 - 沒錯 你刺猴可以來亂 - 可是長槍兵生出來之後 - 你這邊佔一隻 - 這邊佔一隻 - 好 給你生三隻 - 其實 - 你馬的操作就要很細膩 - 不然你就會被戳到阿 - 那刺猴被長槍兵戳到是非常痛 - 好 那這邊 - 要把這裡出發了 - 雙弓箭場 - 那兇人這裡看地形是沒有要圍的啦 - 沒有要圍的 - 那這邊一樣 - 先吃這個羚羊 - 很遠喔 - 很遠 - 然後還有一個高地在前面 - 這個我看等下要頭破血流啦 - 哇 那這邊是怎麼樣 - 怎麼那麼多隻刺猴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加到死掉 - 六隻 - 出了六隻 - 然後這邊直接收掉兩隻小弓 - 那這邊長槍兵要生多一點了喔 - 不然就是要這樣子 - 在自己的軍事建設裡面 - 先續差不多十來隻 - 然後點一擊射 - 再出去會比較好 - 如果你沒有強兵戟走出去的話 - 好 那這邊 - 雷瑞沒有打毛兵 - 嗯? - 他這場是用ROM - 什麼考量? - 不清楚 - 什麼考量我不清楚 - 我有說齁 - 這四連戰我個人認為他們在練一些戰術 - 在練一些戰術 - 畢竟不是正式比賽 - 但是打的是真格的 - 不是亂打的 -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 畢竟他們兩個是 - 兩千五的玩家 - 現在有兩千五的好像只有三四位玩家 - 反正他們是世界前五就對了 - 不要做太多的批評 - 他們有一定的考量 - 看就對了 - 看就對了 - 好 那這邊赤猴 - 我剛剛 - 死去了幾隻 - 死去了兩三隻喔 - 這邊一擊射點出來了 - 加一隻槍兵 - 你走出來 - 如果你是小公 - 對到這麼多的 - 刺猴 - 你要記得齁 - 槍兵也要一起出來 - 做一個驅趕的動作 - 那這裡 - 毛兵已經在家裡等了 - 招牌的毛兵 - 有看商場的觀眾應該知道 - 雷里的毛兵很噁心 - 那這邊 - 毛兵走出來 - 也是有點射程的齁 - 射程一樣才有辦法打齁 - 機體一樣才有辦法打 - 那這邊已經搶到高點了齁 - 我個人認為這場就是 - 這個高點在雙方 - 這個正中央 - 誰有得這個高點 - 誰又贏了齁 - 不是贏啦 - 有優勢 - 那這邊做一個驅趕 - 那硬家這裡是沒有馬的 - 沒有馬的 - 那就生了一隻鷹刺猴 - 沒有生機體齁 - 那等一下這裡就是 - 南美文明的烈士 - 等一下刺猴上去點這個 - 小老鷹 - 小鵰 - 一下就死了齁 - 那這邊看起來是很安全的 - 但是... - 經濟量... - 雷里少三隻村民 - 前面因為有死兩隻村 - 一隻我沒有看到 - 總共是... - 差了三隻村民 - 死兩村 - 但是少了三隻村民 - 好... - 連刺猴都不用上去 - 就被毛兵給射死了 - 所以... - 南美文明刺猴... - 鷹刺猴很爛齁 - 要到城堡時代 - 好... - 那這裡... - 黑軟已經全部死圍了 - 一樣齁 雙伐牧場 - 講過很多次齁 - 雙伐牧場很重要 - 不要再用一個伐牧場在那邊伐了齁 - 以後觀眾投稿 - 有人單伐牧場 - 我怕會被我嘴啊 - 但... - 我只想跟大家講 - 雙伐牧場 - 我已經播了差不多三四十集了 - 三十四十集了 - 就雙伐牧場很重要 - 好... - 雙伐牧場 - 這裡... - 三... - 弓箭場啦 - 等一下要打馬功啦 - 垃利每次玩匈奴 - 都是玩馬功 - 都... - 很少玩骑士 - 很少玩骑士 - 很少玩騎士 - 那這邊講一下齁 - 我預判 - 我預判 - 等一下... 那硬家不會打老鷹 因為硬家的老鷹不是阿茲的老鷹 阿茲的軍營生產有提升速度 但是硬家沒有 那如果你生老鷹對到Larry Larry的馬功的操作 加上他如果量續起來是可以單吃老鷹的 那吃著吃著吃著 軍事就會輸 那這邊硬家 打努兵 打努兵 打努兵解馬功是正確的選擇 好那這邊 Larry還是沒有要尾 一個木牆我都沒看到 一個木牆我都沒看到 這個是要做一個奇襲的動作 如果你前面的金礦挖完 挖完之後來後面 有時候常常就會被這些干擾到 就死了 好那這邊第一波交戰 封建時代 我個人認為就是 Hera剩 Hera剩 剩了兩隻村民 第一波阿 那個民兵有做到事情 好同一個時間 成到城堡 Larry這裡是二級木 二級射加戰矛 又戰矛的又馬功 又防禦 單TC囉 好 動人單TC了 硬家這裡是一個工程器 加輪手 然後直打努兵 好 防禦的這個 工程器 你打馬功的話 工程器前置的話也可以 但馬功可以無視你 直接過來亂 那Hera這邊打的是比較保守 都可以都可以 好雙方陣型已經出來了 一個是戰矛加馬功 一個是投石車加奴兵 我看一下 這邊這個TC怎麼會蓋這裡 哇 我覺得TC很醜欸 感覺TC蓋這裡比較好一點 蓋這裡會被干擾 不太清楚為什麼Larry這裡TC蓋車 好反正 既然 兇奴沒有打騎士 那就投石車直接走上來了 滴地打高地 那個戰矛被丟到 也沒有在損什麼血 差很多 好這邊 Hera也蓋了 第二個TC 第三個TC 然後這裡彈道血要點出來 那這邊馬功繞進來了 馬功繞進來可以殺幾隻 馬功開始威起來了 幾隻 還沒有彈道血 還沒有彈道血 如果這裡Larry是打全部弓箭手的話 趕快大雪蓋出來 那這邊高地已經被搶了喔 我覺得這個TC是不是位置有點鳥啊 怎麼會在一個低地 然後對面有一個高地 這樣子 站著給人家射的話 這個很難做事啊 蓋這裡 蓋這裡比較好一點 好吧 因為這個Larry這個圖真的很爛喔 好馬功進來殺了一隻村民這裡 所以好像死了一大坡加上兩隻奴炮在這邊做一個防守 成功瓦解 有一集我講ACCM打波斯人 他是用獨得騎馬功齁 那他的對家波斯人是一直用騎士在追著馬功 追著追著就死掉了 這場Hera很完美的示範喔 你怎麼去對應這個馬功的進攻 尤其是在他前期的時候 家裡有弩炮 有弩兵 看請問你馬功怎麼做事呢 Larry的攻勢已經被瓦解掉了 然後這邊高地踩死你 這邊Hera很聰明喔 他沒有急著繞過來 他沒有走下山 他就是踩死這個高頂 反正你要來進來打 我家裡有防守 TC也已經3TC了 很安全 馬功干擾不了什麼 然後高地 站著 重要的部隊站著高地 等你過來 你要過來我就丟你 我就射你 那你的馬功 輸出也不會比這個奴兵多少 好 剛我講的齁 剛我講的齁 你這個TC在這裡就 不是很OK齁 至少你蓋這裡好 你對射至少是滴地打滴地嘛 這邊 我覺得Hera這場怪怪的 他是不是肚子痛 是不是肚子痛 好 那這邊一樣馬功正確玩法齁 分兩隊 各處干擾到這兩塊木 加減還是有在做事的齁 這邊有沒有丟 人家打CS是 打CS是甩槍 你是甩投石車 結果甩一個沒甩到 好 那這邊工程器 直接壓臉齁 毛兵不怕你 如果你今天是 弩兵 強弩還是投石車 這個的話 就不敢這樣輕易走上來 這邊有要蓋工程器吧 有吧 好 好 這邊對射 很明顯的 Larry 之虧 但是這邊一個包夾 從高地回來了 但是數量上 數量上 讓HERA佔優 這邊 大家有看到HERA 他是先收掉高地的馬功 才打BD的 大家有看到嗎 然後主要攻擊是 攻馬功先 上集有講過齁 先不打戰毛 戰毛輸出很低的 給他戳吧 好 馬功全部死光光 我覺得先打高地的馬功是非常正確 因為高點輸出的馬功很痛 先把打你最痛的人先收掉 然後再打DD的馬功 最後再打戰毛 或是跑給他追 這邊HERA打得很完美 很完美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批評的地方 剛剛這一波操作 Larry整個送掉了 但是布萊姬的話 這個TC會爆 整場 HERA壓著Larry打 好 我估計這個又不下去了 不下山了 直接站在這裡 把這個雪山隧道給卡死 讓你大塞車毒死 好 那這邊 HERA轉了戰毛出來了 轉了戰毛 有這個經濟量轉戰毛可以 他沒有到帝王才轉戰毛 打得很保守 我可以寧願犧牲一點晚升級的時間 也要把你的馬功壓制住 不讓你濃起來 我在好幾集有講過 為什麼戰毛很少城堡石在轉出來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打戰毛 就不會再去打戰毛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有一定的經濟量才轉戰毛 不然 你會拖垮你的經濟 那這場 HERA經濟很好 HERA這邊的木材吃得有點醜 等一下會蓋一個伐木場 這邊因為會被騷擾 所以很少村民在這邊伐木 小黑 小黑要蓋城堡 錢壓城堡 這邊城堡壓起來就很舒服 好 武兵加戰毛 打你馬功 馬功廢掉了 這一場不用我再多做講解 馬功怕什麼 怕這兩個 怕這兩個 這邊 HERA的操作 從頭到尾 沒有被投石車砸到 怎麼搬到的 怎麼搬到的 GG了 這場 就結束了 快速講一下這場的看點 怎麼打馬功 怎麼打馬功 出弩兵 最後轉戰毛 其實這個戰毛沒轉出來 也已經贏了啦 再加上這場 Larry第二個TC 我覺得蓋得很鳥 然後前期晃神 死了兩村 然後地形就是真的很爛 所以這場就 HERA正常發揮 喔 收下這場比賽 好 那這一集轉播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